6号这天晚上领克发布了一款全新的概念车 车名叫The Next Day 是一款四门的四座混动轿跑 这款车也终于做成了大家买不起的样子 单看这台车的外形 它和长城此前发布的机甲龙有那么点类似 都是那种见棱见脚的设计 造型非常的科幻 但也有点脱离群众 当然它是一台概念车 能不能够量产还两说 所以怪一点倒也无所谓 在这台车上领克的家族风格仍在 标志性的极光式LED日行灯 幻化成了另外一种造型 主动式的进气格栅在纯电模式下是封闭的 非纯电状态会自动打开 侧面刀砍斧杂的大折线带来了强烈的机械感 渐变式的车漆效果美轮美奂 前一字版的位置还增加了一块数字旗语交互屏 里面有激光雷达迎宾等等 这些配置也告诉你修车肯定不便宜 另外车门采用了对开式的剪刀门相当的炫酷 新车的内部走了极简的未来主义风格 丹宁布的木纹悬浮仪表台 天鹅绒的零重力座椅 以及全玻璃的车顶 这台车的动力是全新的领克智能电魂技术 其实也就是脱胎于雷神亥X 它会有插电和增程两种 1.5T和2.0T三种混动发动机 其中1.5T的功率110千瓦扭矩225牛米 热效率高达43.32% 2.0T的扭矩可以达到420牛米 领克今年会有四款混动车上市 但是这台的Next Day能不能够上市 还很难说